大蒜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发芽的大蒜是否还能食用 一般来说,大蒜在保存不当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发芽现象 而大蒜在发芽后还能不能食用,需要看大蒜的这几点 一、看颜色,在大蒜发芽后要将大蒜剥开,观察里面的盐 如果大蒜里面的颜色,呈黑色或者黄色的现象 就说明大蒜已经变质,是不能够继续食用的 二、看表面,在大蒜发芽后,可以要观察大蒜的表面 如果表面有腐烂的现象,就要注意不能食用 因为大蒜在腐烂后会产生霉菌 而霉菌的代谢产物对身体是会造成毒性伤害 严重还会导致食物中毒的发生 由此可见,发芽的大蒜并不是不能够食用 只是大蒜在发芽后 如果要食用,就要观察大蒜的以上这几点情况 如果没有存在这几种情况,就能够将发芽部分切掉并且食用 另外还要注意,如果大蒜发芽后摸起来比较软 就说明大蒜的内部,已经有腐坏的现象 可能表面看不出来 这个时候也要将大蒜,扔气不能食用 如果上面这两种情况都没有,那么可以继续食用 而且,发芽的大蒜比没有发芽的大蒜,健康功效更好 一,发芽的大蒜防癌效果更好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抑制癌细胞生长的物质 所以,发芽的大蒜防癌效果更好 特别是对于消化到肿瘤 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二,发芽的大蒜能够预防血栓 众所周知,血栓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 而定期食用发芽的大蒜,可以增加身体里的活性酶 有利于阻止血栓的形成 进而保护你的心脑血管健康 三,发芽的大蒜可以提高免疫力 发芽的大蒜含有更高的抗氧化成分 能够帮助身体杀死病毒和感染细胞 所以经常吃发芽大蒜的人 免疫力会更强,更不容易出现感冒 发芽的情况,除此之外 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性 还能起到预防衰老的功效 很多的朋友,一般都把发芽大蒜扔掉 其实非常的可惜 发芽的大蒜,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大妙用哦 下面就跟着心仪一起来学习一下 家里发芽的大蒜是个宝 这作用花钱也难买到 现在清楚还不晚 一,清洁 同样将大蒜切粒 然后倒入白醋 搅拌一下 全部倒入喷壶里 再倒入清水稀释下 盖好喷壶盖子 我们可以用来洗碗 把它喷在脏碗里 用钢刷刷洗下 最后用清水冲下 洗完后的碗非常的干净 还可以用来清洁马桶座 喷洒在马桶座上 再用纸巾擦干 擦完后的马桶座干净洁白 二,驱虫 首先我们把大蒜切碎 然后把大蒜装到喷壶里面 再倒入一些温水 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平时家里面的盆栽上 总会出现一些小虫子的身影 我们就可以把大蒜水 喷洒在绿植的上面 大蒜水产生的气味 能够起到驱虫的作用 大家可以试一试效果 我们还可以喷洒 在家里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 也是能够起到驱赶蚂蚁的作用 喷洒几下后 蚂蚁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家里面没有发芽的大蒜 也可以用新鲜的大蒜来制作 也是同样有效的 三,消毒杀菌 可以将大蒜和白醋放进喷壶里面 然后再加入几滴柠檬汁 这样一款自制清洁剂就做好了 我们用它来清洁非常的干净 而且还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柠檬的味道呢 也非常的清香 效果非常的好 非常的实用 四,再次种植 发芽的大蒜 虽然没有了什么实用的意义 但是可以将发芽的大蒜 种植到花盆中 然后勤浇水 保证阳光充足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种出 全家人吃的新鲜蒜苗了 省去了买新鲜蒜苗的钱 效果非常好 大家抓紧你来试一试吧 六大妙招 教你保存大蒜 方法一 挂量保存法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把大蒜装进透气的网袋里 挂在衣粮通风的地方 随用随取即可 最长可放一年以上 不过使用这个方法 要注意的是 大蒜发芽的最佳温度 是5摄氏度至18摄氏度 如果室内处于这个温度之间 那这个方法就不太好用 方法二 冰箱保存法 把大蒜先一半一半剥开 提留着 坏的发芽的发霉的要丢掉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先晾干 再装进保鲜袋里 把袋子里的空气挤出来 扎紧带口 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用这个方法保存大蒜 放半年都不会坏 方法三 盐罐保存法 把大蒜外皮洗干净 用盐水泡30分钟 杀个均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 再把晾干后的大蒜放入家里的盐罐中 埋进去 随吃随取 也很方便 方法四 沙土保存法 家里养花的朋友 可以把大蒜埋进花盆的泥土里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去海边或者河边 挖点潮而不湿的沙土 放进箱子或者大点的盒子中 底下铺一层沙土 中间放上大蒜 上面再盖上一层沙土 然后密封保存 方法五 茶叶保存法 准备几个茶叶包 和大蒜一起放进袋子里 挤出空气 扎紧袋口 茶叶中的茶多酚 可以起到稀湿的作用 这样大蒜就不太容易发霉长芽 方法六 做成糖蒜 用料 新鲜的大蒜五斤 白糖1.5斤 白醋三斤 做法 1.把大蒜的精部剪掉一半 留1.5厘米左右就行 外层粗糙的蒜皮要包掉 留两层比较嫩的蒜皮即可 2.将大蒜冲洗干净 放入盐水中 浸泡24小时 中间换三次水 3.泡好的大蒜捞出来 晾干水分 到没有水滴下来的程度 4.准备一个无油无水干燥的容器 先撒一层白糖 再放一层大蒜 再撒一层白糖 按这个顺序以此类推 最上面一层要放白糖 5.把白醋倒进去 刚好没过大蒜就行 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等一至两周后就可以吃了 2.大蒜保存小贴士 1.上文提到的晾干 是指放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 让大蒜慢慢变干 而不是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晒 2.如果保存方法不大 大蒜很容易发霉变质 滋生细菌 这时候的大蒜就要果断丢掉 别吃了 如果只是发芽 把芽切掉 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营养成分已经流失掉很多 在秦汉时期 大蒜从西域传入我国后 经人工栽培繁育 大蒜渐渐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食品 如今更是成为餐桌上常见的佐料之一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的说法 吃蒜不仅能够增加食欲 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到了现代社会 为了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 达到更好的预防疾病的功效 吃大蒜成为了很多人的养生方法 我们家里的大米放时间长了 就很容易出现发霉的情况 有的时候里面还会有虫子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大蒜来防止大米发霉 我们可以拿一个袋子 先把袋子打开 再往袋子里面放几个大蒜 然后再往里面放上一些茶叶 弄完以后就可以把口记起来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在大米里面 放上我们弄好的东西了 因为大蒜会有一些味道 这样可以把虫子赶走 而茶叶可以很好地防止大米发霉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防止我们家里的大米发霉 或者是把虫子赶走 三 坚持天天吃大蒜的人 最后得到了什么 看完或许你就明白了 一 强力杀菌 大蒜中含硫化合物 具有齐强的抗菌消炎作用 对多种囚菌 杆菌 真菌和病毒等 均有抑制和杀灭作用 是目前发现的天然植物中 抗菌作用最强的一种 二 防止肿瘤和癌症 大蒜中的褶和锡等元素 可抑制肿瘤细胞和癌细胞的生长 实验发现 癌症发生率最低的人群 就是血液中含锡量最高的人群 美国国家癌症组织认为 全世界最具抗癌潜力的植物中 位居榜首的是大蒜 三 排毒清肠 大蒜可有效抑制和杀死 引起肠胃疾病的幽门罗杆菌 等细菌病毒 清除肠胃有毒物质 刺激胃肠黏膜 促进食欲 加速消化 四 降低血糖 大蒜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增加组织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 提高人体葡萄糖耐量 迅速降低体内血糖水平 病可杀死 因感染诱发糖尿病的各种病菌 从而有效预防和治疗糖尿病 五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大蒜可防止心脑血管中的脂肪沉积 诱导组织内部脂肪代谢 显著增加纤维蛋白溶解活性 降低胆固醇 抑制血小板的聚集 降低血浆浓度 增加微动脉的扩张度 促使血管舒张 调节血压 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从而抑制血栓的形成和预防动脉硬化 六 保护肝功能 大蒜中的微量元素C 通过参与血液的有氧代谢 清除毒素 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 从而达到保护肝脏的目的 七 旺盛精力 大蒜可有效补充肾脏所需物质 改善因肾气不足 而引发的浑身无力症状 并可促进精子的生成 使精子数量大增 八 预防感冒 大蒜中含有一种 较硫化丙息的蜡素 对病原菌和寄生虫 都有良好的杀灭作用 可预防感冒 减轻发烧 咳嗽 喉痛及鼻塞等感冒症状 网红黑蒜 大家听说过吗 黑蒜是在近几年 从邻国日本 韩国传到我国的 黑蒜又被称为发酵黑蒜 就是把采摘下来的 新鲜的生蒜带皮洗净 再把它带皮 放在高温高湿的发酵箱里 发酵60至90天 让其自然发酵 时间到了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它依然保留 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 但吃起来 味道会变得酸甜 食用后 口中没有蒜味 不会上火 所谓在高温下发酵 也就是在60度左右的温度下 利用生物酶催化 以及大蒜成分自身的化学反应 也有直接用130度的高温 蒸一小时 在高温烘干就可以了 黑蒜看上去很丑 如果不告诉你 估计是没人会吃它的 但你如果大胆地尝试 你会发现其黑蒜比白蒜好吃多了 专业地说这是因为黑蒜 在高温下 糖分和氨基酸 使蒜变成了黑色 温度越高 颜色转化越快 越深 但同时它们的转化 也使黑蒜产生了一种香味 真是太奇妙了 所以黑蒜吃起来口感不错 有一股焦糖的味道 白蒜里面有两种成分 一个是辛辣味道的硫化物 一个是大蒜多糖 其中大蒜多糖含量最高 但有80%左右的水分 如果去掉水分 大蒜只有原来重量的20% 在发酵或烘干后 果糖含量明显上升 所以吃起来会有点甜的感觉 辛辣味在发酵过程中 已经被挥发完了 自然吃起来就没有辛辣味了 黑蒜比大蒜的微量元素 有非常大的提高 其中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 至少为普通大蒜的两倍以上 可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迅速恢复人体疲劳 对人体健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还具有消除疲惫 增强体力 保护肝脏等多种功效 对男性的前列腺 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黑大蒜中的蒜素与维生素B1结合 可产生蒜流暗素 具有消除疲劳 增强体力的奇效 尤其是女性 如果在过度劳累情况下 就会感觉疲惫不堪 也会影响气血循环 适当吃黑蒜 能够帮助你改善疲惫感 也有助于气色越来越好 黑蒜能影响肝脏中糖原的合成 减少其血糖水平 并增加血浆的胰岛素水平 其中的蒜素 能使正常人的血糖水平下降 黑蒜中还含 有S甲基半光氨酸亚风 和S西柄基半光氨酸亚风 此含硬化物可抑制剧6T-MNF 防止胰岛素破坏 有降血糖作用 白蒜具有抗癌作用 黑蒜的抗癌效果是白蒜的五倍 是最好的抗癌食品 它可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 也可调整胃肠的蠕动 改善便秘 四 吃大蒜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 不宜多吃 因为大蒜吃多了 会影响维生素B的吸收 大量食用大蒜 还对眼睛有刺激作用 容易引起眼检炎 眼睫膜炎 二 不宜空腹食用 大蒜不仅有较强的刺激性 还具有较强的腐蚀性 因此 不宜空腹吃 早餐也不宜吃 中 晚餐吃蒜时 要配些其他食物 三 不宜刀切蒜末 因为蒜中蒜氨酸和蒜梅 二者在蒜中 各自存在互不相干 只有捣碎后 二者才能充分接触 蒜氨酸在蒜梅的作用下 才能分解 生成具有挥发性的大蒜蜡素 它不仅调味好 杀菌力也强 故最好把蒜在案板上拍扁 再放入倒蒜体内加适量精盐 未经 充分捣碎直至成泥 这样做的蒜泥比刀切蒜末香得多 杀菌力强 五 大蒜熟吃好还是生吃好 大蒜研究所的专家认为 大蒜之所以能有这么出色的功效 是因为它含有蒜氨酸和蒜梅这两种有效物质 蒜氨酸和蒜梅各自静静地 待在新鲜大蒜的细胞里 一旦把大蒜碾碎 它们就会互相接触 从而形成一种没有颜色的油滑液体 大蒜素 大蒜素有很强的杀菌作用 它进入人体后 能与细菌的光氨酸反应 生成结晶状沉淀 破坏细菌所必须的 硫氨基生物中的SHC 使细菌的代谢出现紊乱 从而无法繁殖和生长 但是大蒜素预热食会很快失去作用 所以大蒜适宜生食 大蒜不仅怕热 也怕咸 它欲咸也会失去作用 因此 如果想达到最好的保健效果 食用大蒜最好捣碎成泥 而不是用刀切成蒜末 并且要先放10至15分钟 让蒜氨酸和蒜梅在空气中结合 产生大蒜素后再食用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